謝謝主席啊 實在是路程遙遠 那個是不是請部長 請嚴部長 我也好 部長 我還是要說一聲辛苦你啊 但是 我們必須理清的事情還是要講清楚 部長請問一下美國國務院 什麼時候宣布 要召回 全世界的美國人 回到美國本土 美國國務院什麼時候公告的 這個我要下去查一下 你不曉得 你是我們的國防部長 你不曉得這個事情 美國國務院正式貼公告 不曉得 部長 美國國務院 美國國務院在3月31號 要求 旅居在海外的美國人 要盡快回到美國本土 沒關係 我再請問一下部長 美國 美國四艘航母 什麼時候開始 有COVID-19 美國的四艘航母什麼時候 染疫 3月26 3月26 3月份 3月22號羅斯福號 3月24號卡爾文森號 3月27號雷根號 4月8號尼米茲號 4艘航母 4艘航母 陸續 染疫 請問部長 我們這一次啊 我們的登部艦 什麼時候回來的 潘石艦是 4月9號 4月9號回來 那您知不知道 美國的航母 你這麼多艘染疫的 你知道嗎 知道 那為什麼 全世界都在關注 美國的艦隊 已經染疫 都在正視這個問題 那為什麼我們的 國軍部隊 在外面巡逸敦目的 盤石艦回到 4月9號回到 高雄左營 我們國防部 連這樣的最基本的 SOP都沒有了 部長 這樣的部隊 可以打仗嗎 部長 這樣的國軍管理 能夠面對戰爭嗎 部長 這不是羅斯松了 這不只是軍機的換散 我們的管理階層到底是什麼了 全國的國人 從上到下 都配合行政院 全面的防疫 地方如臨大敵 百姓哀嚎遍野 所有的商家 幾幾乎 都沒有辦法營業 大家都希望 盡量少出門 人口聚集的地方 夜市電影院 所有外面消費的地方 大家都沒有辦法去 我們直接對談 還要戴著口罩 為什麼 三天零確診 國人都很雀躍 但是最後 把我們整個國家 國際形象的氛圍打破的 竟然是我們的國防部 部長 保家衛國 是台灣捍衛的最重要一條防線 但是我們的國軍部隊 所以 確實這樣的管理 軍紀如此的渙散 重創台灣的形象 全世界都在防疫 只有我們國軍不曉得嗎 所有相關人員的懲處 什麼時候會出來 現在還有當事人都在檢疫所 所以檢疫所的檢疫完成之後 我們還會做後續細部的調查 所以大概什麼時候要出來 這個要看我們檢疫所的同仁 官民弟兄 他們在檢疫所的狀況 要配合CDC的醫療狀況 大概什麼時候可以出來 這個時間 我現在一下子也沒辦法答覆委員 因為這跟他的病情有關係 因為這個不是我的專業 我要請他們做評估 這是你們的管理的問題啊 連學校都知道管理 我們的國防部不知道管理嗎 部長 真的太讓人失望了 全世界全民都在防疫 最後我們的破口 竟然是在國防部 我們怎麼保家衛國 好 謝謝 謝謝副委員 好嗎 好嗎